北京时间9月7日 中国好声音虽然被暂时停播 但是好声音的内幕还是被一点一点地曝光了出来 又一位参加好声音的歌手 透露了当年好声音节目组要求他签约的事情 据了解 爆出黑幕的歌手名叫钟伟强 他是张国龙的好友 更曾与对方一起参加过亚洲唱歌比赛 两人一起在1977年拿下冠军 虽然近些年钟伟强名气大减 但论备份来说他也算是圈内的前辈 钟伟强曾经参加过第二季的好声音 所以他对其中的情况自然是有些了解了 而据钟伟强本人在采访时也坦言 他觉得李文在舞台上并没有得到尊重 随后他还爆出了节目组的黑幕 争自己参加好声音马上就要上台比赛的时候 节目组却拿来一份合同要他签约 当时钟伟强没有多想 只是觉得签合约这件事需要先让自己的律师过目 所以并未同意 但他翻开合同的时候却被惊到了 因为上面清楚地写道要钟伟强签约长达9年 记者问钟伟强没有签合同对他的名次是否有影响 他则没有说得太清楚 只表示节目组有自己的利益 但有一点可以确定的是 钟伟强不签合同 节目组的负责人看起来并不开心 由此可见 这份合同应该是完全有利于好声音 而对钟伟强没有多大好处 所以在没签约的情况下 节目组自然是不满意的 值得一提的是 其实钟伟强在圈内的辈分算高 然而节目组一开始邀请他来 却并非是让他做导师 相反 钟伟强只能作为汪峰战队的学员去参加比赛 其实从这样的对待来看 钟伟强与其他的学员没有什么区别 而巧合的是钟伟强虽然曾经胜过张国荣 但在这个舞台却连前三的名次都没拿到 再加上此前学员 导师公开爆料的内容 显然好声音中确实存在不少问题 黑幕也是肯定有的 虽然不知道是怎样的黑幕 但风波闹得这么大 诸多人是发生显然说明了问题所在 话说回来 其实与成庆前不久也刚谈起好声音的风波 定位李文表示难过 以为在他看来对方确实是被针对了 不过与成庆却否认了50瓦转定费一事 强调自己对此事不知情 但以为与成庆是在为好声音做澄清 实际上他还说了一句 当然这只能代表我自己的状况 似乎是话里有话 安逢导师中或许有转定费的规则 只是自己还触及不到 毕竟与成庆的家庭给足了塌底气 总之 截至目前好声音的调查还是没有结果 只是否认节目存在黑幕 不过他们已经开始尝试付出 在凌晨档播放往期的好声音 由此看来 好声音应该再过不久就能拿出一个结果作为交代了 不然节目彻底停播或者被取消的话 对于他们来说肯定不是好事 没有发生到肯定的 感谢观看